中国政府对美国方面还是挺友好的吧 嗯 中国政府对美国方面挺友好 老百姓这件对美国我觉得看法不是太什么 因为老百姓他都认为美国管的事太多 管人家干嘛 人家自己会管 嗯 好的 这是中国的了 谢谢山东的徐先生 徐先生他后面讲到的就是说 反映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心里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你要管汇率 你要管南中国海 要管的事情真的很多 但是在中国老百姓这边来想的话 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内部事务 或者说核心利益 这两边之间的冲突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我认为首先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 跟过去三四十年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全球呢有一种很高的互相依存度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别的方面都是如此 那么很多的国家的国内的经济政策 对于全球都会产生影响 比如说中国的货币汇率 它就对于全球的经济 全球的经济平衡都是很有很大的影响的 包括美国也是这样 现在呢很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 美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 他说在将来可能会对一些国家 比如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们国内的一些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所以当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国家政的利益 也要考虑到对于全球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理解中国考虑到这种主权的问题 因为美国也是一个主权意识很强的国家 我们也要意识到说 中国人也要意识到说 我们的政策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要进行合作 我们要有的时候呢 你要牺牲一些短期的狭隘的一些国家的利益 来获得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全球的利益 因为这全球利益最终也是对你国家有利的 包括这些保护主义 比如说保护自己的工作 保护自己的工厂 这可能会从长远上来影响更大的一些利益 所以我们呢 各个国家如果能够协调自己的政策立场 能够愿意在短期做出一些牺牲 那么当然这在政治上来说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 都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公众能够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 能够给他的领导力更领导人更大的自由度 来做出这样的决策的话 那是长远来说是有利的 我们讨论时间来还剩五分多钟 刚才我们谈了好多美洲目前 现况现在什么面临的挑战 那我想接下来 我展望我们未来 我们看美中两国接下来 还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空间 尤其是在反恐全球暖化 还有防止核不扩散方面 其实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项目 还是蛮多的对吗 是的是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而且我觉得在很多这样的领域 我们过去已经合作的很成功了 比如说是反恐 还有核不扩散等等 这些领域呢 中美合作都很很多 在新闻里面呢 可能也会提到说 在这些领域中美之间有差异 比如说对北韩的问题 伊朗的问题等等 那么伊朗和北韩可能想要发展核武器呢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应对他们的这种核野心 那么在这方面呢 中美两国也是有一些的这样的差异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共同的担忧 也就是对于资源啊 低碳啊等等这样方面的考虑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来消费石油 就是它的这个人均的水平达到美国的人均水平的话 那么中国会需要一天一亿桶 现在全球总的产量只有8500万桶 所以它是不太可能再把产量提高了 所以如果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人都想要能够达到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就没有那么多资源 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么多那么多的化石燃料的话 那么全球的气候也会造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对于文明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对于全球资源的一些利用 要能够进行一种可持续的利用 要来解决气变问题 那么这是一些中美面临的共同的挑战 奥巴马总统理解这一点 胡锦涛主席也理解这一点 但是如果要让你的社会往这个方面来运对的话 这也是很难的 因为这其中有很大的一些牺牲要来做 很多的石油的公司呢 他们也是就是一个很大利益集团 包括中国它也是严重的依赖于煤 那么现在中国85%的电力 都是由煤来发煤来产生的 所以说呢 这都是一些很大的挑战 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美呢 必须要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合作 才可以有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中美两国单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定要合作才能来解决 在念一封电子邮件其中的一些重点啊 这位听众表示 这是不同到不合 美中关系的关键问题是价值观的不同 社会形态的不同 所以没办法成为好朋友 当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就会好一些 他说在冷战的时候 前苏联和美中就找到了共同点啊 所以美国把台湾抛弃了 中国也不反美帝主义了 那么现在他认为美中关系的共同点 是在中国在反恐上 对伊朗制裁的态度上 您同意他这说法吗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共同问题 我们都能够理解核扩散以后它的威胁 包括伊朗或者核武器以后的威胁 当然怎么来应对呢 就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 那么尽管现在中美它的政治体系不一样 现在在有些方面其实更相似了 在中国它其实也是有一种 出边的这样一种体系 在很多的政策问题上 它内部也有很多的讨论和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跟别的一些利益系统 包括政府的不同部门 它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内部的争论 那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能源公司 可能还是希望继续从伊朗那边 获得这些资源 它可能对伊朗的制裁不是那么积极 这就跟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是一样的 那么中国内部也看到这样的一些争论 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就要更多的来看 这个战略上的利益是什么 现在在美国可能没有办法通 到现在还没能够通过这个探税啊 这样的一种政策 所以这很难让美国在国际的社会上 再来谈让别的国家这么做 所以呢 这也是美国的内部的政策的一个难题 那其实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问题 您认为这次G20大家会面的话 领导人面对面交谈 是不是对美中关系会更好呢 对 两个领导人见面肯定是有好处的 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案 比如说这个汇率问题能不能解决 但是我希望是能 我觉得很有希望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史诗大家谈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班尼加勒特博士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 当然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浏览最及时的新闻报导 并利用现场视频 收看美国之音的中文电视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